在中国合肥发生了三级的小地震 那合肥居民 吓得这几天纷纷住在帐篷 不敢回家 社区联合城管来驱离 都不愿意回家 然后风暴士兵退友 因为他是台湾人嘛 这个台湾人对于三级来说 就是对于三级地震来说 就是你们在经历三级地震的时候 你们有的人可以不被惊醒的吧 所以台湾推友非常震惊地说三级 加了三个探号 意思就是说你三级 你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风暴士兵退友说 三级在台湾的话 根本不会有人离开沙发或床 就是说你连起来的动力都没有 就不可能离开沙发或床 只是三级的话 但是在中国合肥 合肥居民就吓得住帐篷了 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影片 这个我也觉得蛮好笑的 我在加拿大也经历过四点几级的地震 就是翻个身去比较 发生了四次地震 大家都害怕 有的人小区里面大帐篷 有的人在公园里面大帐篷 还有的人在车里面睡 已经住了一个多星期了 总之就是合肥地震 依然有市民坚持睡帐篷 目前社区人员联合城管 对其进行清理驱赶 这是在公园 然后这是在 对 这是在公园吧 然后刚才那个是在广场 对 都在这里边搭帐篷 睡觉 我是生活在加拿大了 加拿大魁北克 那我们这儿就是地震不多 尤其是大地震非常少 因为可能不算是地震带吧 那但是呢 就是9月1号的时候 我们这边也有了一个4.6级的地震 那然后晚上的时候 那是在晚上嘛 我也是感觉到了的 然后就是感觉到 就基本上就是4.6级的地震 然后它这个好像也是 是这个18km吧 这个就是深度是 就震源的中心是18千米吧 对吧 反正就是感觉是说 你当然有感觉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被震醒了嘛 那然后一醒了之后 就继续睡觉嘛 震醒了之后就继续睡觉嘛 又没下床 所以就是说 中国人那么害怕的样子 就是蛮能够证明 中国房产的质量差的 真的 就是我当时感觉到地震的时候 根本没有一秒钟 怀疑过房子会塌 对吧 我只是有那么一秒钟担忧 就是我放的乱七八糟的 那些个瓶瓶挂挂 会不会掉 那当然因为它没有晃得很严重 但是我有犹豫一秒钟说 就是说 就是有没有可能我放的 就是我乱七八糟 放的不稳的东西会不会掉 然后后来我早上起来晃了一圈 就没有任何东西掉 但是我没有一秒钟会怀疑 我们家房子会塌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但是呢 就很明显就是中国人 就没有这方面的自信 所以就是推友 就回复说 中国的房子到底多烂 对 因为其实就是震感 你都不会那么大 就是三点八级的地震 你像我们加拿大这个 之前九月一号 这个是四点六嘛 四点六 就是这种你震感 它都不会很大 那中国人真正害怕的 其实就是房子会塌嘛 所以呢 这个风暴士兵推友回复 就是说这个合肥的房子 是真的很烂 我看对面的房子 感觉好像是裂了似的 这个房子居然会裂 我记得就是台湾很大的地震 也都是那一种 就是早就已经裂为 需要这个 就是需要处理的楼吧 这个叫什么楼 就是就是台湾 其实早就有问题 需要处理的楼 也只是只有那种楼 会会出状况 就很大的地震 台湾七七点几的地震吧 嗯 六点几还是七点几的地震 那也都是那种 早就列为要处理的楼 会会裂 或者是会会会 这个就是斜倒 那三点八级的地震 这个楼会裂味 这个这个太夸张了 这就这个地方 是不是裂了 就这个很明显 大家能看到那个裂痕吗 你看 你看路下这个 你看这个地上也裂味了 这就楼就震见开了 我觉得就是说 你看它那个楼晃到那个程度 你听到那个声音 我觉得像是有那个土石料 掉下来的声音 对 就是说是说它晃 对 但是它不应该有那个土石料 感觉好 感觉像是土石料掉下来的声音 嗯 应该感觉上 就是这个区域 绝大多数的人 在遇到这个地震的时候 他们都跑出来了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区域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他是没有自信 他们的房屋 能够抵抗这种级别的地震的 他们没有自信 对 对 对上次是花莲那个是六级 六级多 对 我记得就是台湾之前就是六级多的地震 然后只有那一种就是有问题的房屋 早就大家知道有问题的房屋才塌掉 就是都还没有完全塌掉 就是那个倒掉 斜掉 对 那这个三点八级的地震 能把大楼给弄出裂味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夸张的质量 嗯 那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你也能理解 为什么中国人三点八级的地震 就就就就不敢回家 就在外边 扎杖捧住 一定程度上你也就能理解了 对 就是感恩 感谢 我妈把我带到了加拿大 让我在四点六级的地震下面 完全没有担忧过房子的问题 只担忧过我的瓶瓶罐罐会不会掉下来 那当然台湾的质量 台湾的房屋的质量 台湾的整个的这个房地震的设施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知道 台湾整个防范地震的各种措施的演变的话 可以去参观台湾的有一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博物馆 就是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前其实还是有所欠缺 但是后来在921大地震之后 台湾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包括房屋的各种补强 就是那个921大地震的那个博物馆里边的 非常非常弄得非常非常好 你能看到这个从这个物理的这种设施啊 还有人的这个训练呢 都做得非常非常棒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 那当然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房屋质量 它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 它是好不了了 就只能说就是中国人民自求多福吧 就是祝福中国人民 台湾 地址 地址